今天是7月3日 星期一是7月份第一个交易天 亦是2023年第三季首个交易天 先看看上星期五 即是6月30日 6月份最后一个交易天的市况是怎样 恒指早市才低至53点至19881 然后整天都拉拉脚脚 日中指数最高见过19070 最低见过18838点 整天都在很窄的幅度里拉它去徘徊 最后收到18916点 轻轻跌了17点 成交今晚811亿 值得留意的是恒生指数已经连续第六日 而收市那一刻是低收在所有所有的平均移动线之下 技术上形态上仍然持续处于反复肉吃底的格局 这个大家要留意 但是移动线方面的布局有点点诡异 为什么呢? 因为在五组移动线当中最高的100天线 现在大概是19904点 最低的移动线就是10天线 19263 就是说相对现在的资所18986点 只要市能够反弹回3、4、8点 已经可率先收复10甚至回10天线 但做到这一点 即是说大市在那一刻 漸漸有机会初步出现一个困定的势头 但问题就是股市在上个星期 曾经有几天都是技术上一个后抽 但始终没有发法碰到10天和20天线 差了一点就是差了一点 这点大家要留意 因为踏入7月份 市可能会是仍然维持一个反复不明的势头 但是月初会不会稍为有先先后抽 或者略为反弹呢? 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就等于1月份 整个月的高位是1月27的22,78点 都不知道 那一刻来说是承接去年年底的 技术上的反弹势头 去到今年第二季4月份 高位是4月17的20,864 即是在月初先行有少少上升 甚至之后才调穿枪头向下限 最终都成为一个先升后跌的势头 那记律上来说 7月份会是怎样? 现在我不知道 因为2月、3月、4月、5月 连续4个月 市都处于一个先高后低的形态 去到6月份就打破了这个局势 最终出现了一个先低后高 但7月份是怎样做呢? 现在这分钟还是做 可能过多几个交点 我们才知道大市的形态 初步是前面什么格高 顺带一提 成交金额持续偏疏 在这个成交金额之下 就算市有少少回稳 或者技术上的上升 都只是一个波幅性的后抽 大家不要相信得那么足 因为成交金额将会是至为关键 顺带我的声明 我国师智和国师智公公室 是没有任何投资群组的 如果大家在其他的网站看到 有我章想而出现的一个投资群组 那个不是我 章想是被人盗用了的了 所以如果大家加入了这些群组 而招致到损失 就和国师智和国师智公公室 是没有任何关系 大家謹记 再看看7月份第一个交易天 今天的市暂时来说 可能都会受到上个星期五 美股上升所刺激 技术上有少少的回稳 或者这样的后抽 但是始终第一个阻力 就是十天线 在19,263 第二个阻力就是19,295 这是20天的平均移动线 指数一日未能够回上 这两组平均移动线 不算是初步的回稳 就算一直站在18,99 那些不算是回稳 只不过是整固等变 当不知市场能够突破万九天再上 就要看成交金額 如果成交金額不是那么足 或者技术上的交投都仍然薄弱 大家就无论跟 看不明最好尽量保留现金 保留实利 有时如果硬硬为了炒而炒 很多时候结局都是损失的 不过市况在这个水平一直整固 总是有些人想找位入市 好了 早市分析就讲到这里 其实是说的 真的不想要贵 在这个水平均中 就算在一片中 这些水平均中 在这些水平均中